日子乡火葬场卢具采购案 从取消到又重启 备受地方关注 相待会主席陈廖安 在定期大会上提出质询 不仅要重启更要活化 以现有5公顷的公募范围 整取设置花莲南区第一座殡仪馆 朝向生命园区规划发展 提供完善的殡葬服务 日子乡火葬场卢具改善采购案 已经建在悬上 商工所内部却自行紧急喊咖 引发地方哗然 如今又说要重启计划 欠缺周全考量 而且反复的施政态度 也带给相亲负面观感 乡长陈进光在相待会定期大会中 也特别致歉 主席陈廖安则进一步咨询建议 不仅要重启更要活化 除了启动之外 还应该要活化 我希望乡长能够在半年多的任期里面 来规划一下 将来的活化场 它可以做一体管 殡葬设施 殡葬的园区 也就是将我们 这个家属庆域寺 来做一个运用 然后结合我们活化场 然后 可以实施祭拜 可以救救火化 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纳葡场 以现有火葬场等在内将近五公顷面积的公墓园区 主席陈廖安建议 深设花莲南区第一座冰仪馆 来朝生命园区规划发展 此外 对于热乡的观光发展 景点营造 以及凸显产业观光特色的工作 主席陈廖安在咨询时也提出宝贵意见 那么好的一月条件 在我们西站下来 又可以做一个观光导览指引的 或者介绍的一个场合 但是目前为止 都没有看到有具体的规划 所以起码这两个 两个这个据点 一个在山上 一个在我们西站 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 如果有规划也没有具体的行程 所以很遗憾 所以请你同样的这两个部分 跟你们幕僚人员 应该做好好的沟通 然后稍微提出来 最好也能够跟代表会来 做一个沟通 双向沟通 让我们做的事情 这八年想做的事情 未完成了 下面的人 后来的人 能够顺利的接得上 面对今年年底即将下庄 主席陈辽安检视 乡长陈进光七年任内的 乡镇建设业务的推动执行 有鼓励也有替力 提出乡镇愿景的建议 也执询包括 强化瑞美运动公园设施设备 提升市区道路安全环境 生育补贴 规划发放防疫礼金 以及瑞大路拓宽改善等议题 要求相公所团队能重视 逐步推动改善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